VTX Telecom 长途通讯零距离 东三星人王造星计划电视淘汰赛进入了高潮 第三节的主题是挑战老歌新唱 不少的参赛者在练习老歌的时候 因为中文不佳或者是不熟悉 频频的出包 不过经过了指导老师调教之后 完全不一样了 许多老歌不但被重新的诠释 还唱出另外一种味道 看这位老兄唱酒醉的炭狗 唱到都爆金了 华裔第二代来挑战中文老歌 有的带有ABC枪 有的勒歌词老辈不熟 猜赛者在短时间内要练13首老歌 淘汰赛当天抽出一首来定生死 许多人在临时抱佛脚下 都大喊吃不消啦 觉得压力好大 因为13首因为我中文真的不好 很悲剧 简直是要杀了我 如果我是我妈就好 但是我不是 唱老歌心里怕怕 不过在新人王评审女猫王 在一旁用keyboard live演奏 一边对key一边指导下 参赛者融入新潮唱法 用另类的方式来诠释老歌 果然展现该有的水准 唱老歌是从自己来的 是你自己的心里面 你会觉得有那种的feel 你有那种的感觉 看到这些比较老的歌词的时候 就是心里面会被感动 感动到很深 事实上女猫王黄晓宁 在同样的场地 演唱过许多猫王的经典歌曲 把老歌韵味唱得超到位 饱到未老的她 要把唱老歌的功力 传授给这些新一代的歌唱好手 你要把那个歌词的味道唱出来 你真的要自己要进到那个 用你的心去唱 要进到那个歌里面 你才可以把它诠释出来 老歌里面你可以看出来 谁有真正的实力 果然在高手的调教下 参赛者把老歌都唱到位了 难度最高的老歌新唱演出 精彩片段就在第三集的电视淘汰赛 观众朋友不要错过咯 以上是东森新闻 林敏鸣王杰彭迪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好 在这节新闻之后 请继续锁定东森新人王 我是新人造星计划的电视淘汰赛 也就是美西时间 星期天晚上八点 在东森新闻台 美东台 超级台 还有超市无线62.6台首播 欢迎观众呢 踊跃电话或者是网络投票 支持你心目中的选手